成品油价限年内最大降幅 发改委部署三桶油稳定供应 12月3日 据股价发展改革委消息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自12月3日24时起 国内企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430元和415元 着创资讯成品分析师徐纳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本季假周期初始 欧洲疫情再次加重 布伦特原油跌破80美元每桶 虽然择后有所反弹 但南非新冠病毒变种的消息 引发市场对于后期原油需求的担忧 原油一度单日大跌10%以上 受此影响 原油变化率处于负值范围内 下跌趋势逐步确立 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此次调价周期 国内成品市场 年内共经历23轮调价窗口 其中14次上调 5次下调 4次搁浅 中与资讯成品分析师胡选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此轮调价漏实后 除海南省及西宁市 我国大部分省份汽油零售价 将在7.04元每升至7.29元每升区间 国内多数地区92号汽油 仍能守住7元每升关口 但国内柴油零售价则降至6.63元 每升至6.89元每升区间 全面失守7元每升关口 此轮调价后 人们交通生产生活成本将明显下降 但就目前油价来看 下一轮调价周期内 成品零售限价仍为下调预期 零售端有望盈来三连跌 卓创资讯成品由分析师戴田栋认为 由于本周期原油价格处于低位 将拉低新周期原油均价起始价位 根据卓创资讯测算 新周期初始变化率仍处于复制低位 在12月17日24时的下一个调价窗口 迎来三连跌的预期依旧浓厚 中文字幕提供 平均价值 石垳 中文字幕提供